M scarcity 上的课 已经讲到 有一个m 디 的词矩的部分 那它对异所产生的这个VetaPotential的部分呢 就是等于4πR平方μ0的MCloseR 那基本上 你M的方位 那R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有兴趣的 这个P点 好 换句话说 这是这个R向量的部分 那你知道VetaPotential以后 你的这个磁场 就是课A 那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知道的 那另外一个 也因为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这个是VetaPotential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说 ScatedPotential 也就是ScatedMagnetic的Potential 我们只用在一个Special的这个Case ScatedMagnetic Potential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Vm的部分 那它用在哪里呢 它只用在CurveV是等于0的这个Case 那CurveV等于0的意思呢 就是你的CurrentDensity是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CurrentFree的Region 那在这个Region里面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的Vm跟V的关系 基本上我们说 我们所采取的跟我们在 这个电学里面是一样的 从P1到P2点的部分 那是μ0分之1 V.dl 就是说你有两个空间里面有两个电 从P1到P2 OK 那你就把它沿着V.dl去积分 那Vm跟V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在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了说 V是等于 2的μ0的gradientVm OK 好 换句话说 我们的Vm 为什么要有一个Scalate的Mecanical Potential的部分 那 主要的是要把电学的Scalate的Electric Potential 拿到这里来用 所以它是4Pa μ0 OK 然后 这个 完全是虚构的 这个mechanical charge的部分 那我们在之前 这个虚构的mechanical charge的部分呢 我们也有一个前世 也就是说 当时我们在讲 electric dipole的时候 那它是一个 互电荷 一个正电荷 Q 那我们说 electric dipole是Q 乘上这两个之间的距离 D 所以呢 假设 我能够有一个 虚构的mechanical charge的时候 那就好像是什么 这个mechanical dipole moment的部分呢 就变成 这边呢 是有一个QN 这边呢 是一个负正QN 那一样的距离 如果是D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m啊 就好像是QMD的部分 OK 基本上面 这两个是为了一对一关系而产生出来的 那当然 你在电穴里面 因为 因为 dipole 然后你在 远处 所产生的 所产生的potential 在这里 一样的画 胡如 我们就可以知道 VM的部分 是等于4π μ0 R平方 文字P 到R OK 这些都是我们在上一堂课 所讲到的一个结果了 那今天呢 我们接着要看的就是说 好 那我们 对整个这个picture来讲的话 我要定义两个物理量 一个叫 magnetization OK 然后 跟它的 equivalent Cullen Bensky 那这两个物理量是怎么来的呢 那我们在之前我们已经讲过说 好 我们已经看到 虽然我们可以用一个 虚拟的magnetic charge 来 来代表这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 OK 但是 有件事情是 这两个dipole moment 所存在的qm 是不能被切割开来的 OK 这是我们上一堂课讲 因为你要符合 这个 10的高时定理的部分 那 在这样的条件下的时候的话 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就是说 整个的这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 它用这个聚观的 观点来看它的时候 其实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是有电子 OK 本身 它所具有的spin 还有电子 绕着原子核 这两个部分 所产生的 这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的部分 换句话说 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 电子在这边绕着原子核 转的时候的话 那你的magnetic dipole moment 它的方向 因为电荷 是负的 所以基本上 电子是这样绕 电流就是这样绕 所以它的magnetic dipole moment 是朝下的部分 那电子本身又有一个spin OK 就是两个所组成的一个部分 好 那由这个观点来看待的时候呢 我们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 我说假设啊 每一个电 颜值 它的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我们都用mk来表示 ok 那我们说 我们一块东西的话 每一个buck 一个快材的部分 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子 所以基本上面 我说 na 如果所代表的是 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的atom OK 假设 我们说n是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个atom的部分的话 那 total的atom 在这块快材里面 就等于多少 你把n乘上它的volume 就是 这一块体积里面的atom的数目 应该没问题吧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可以去定义 定义什么呢 定义 magnization 我们说用大m来表示 它的定义是怎么定义的呢 m是什么 m是 单位体积里面 我说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的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每一个原子是mk 那你现在有多少个原子 n乘上data v k是等于1 一直到n乘上data v 这么多的atom 你全部把它加起来 那 我们把这个volume呢 取非常非常的小 的情况之下 所以 这个其实是什么 就是单位体积 在这个体积里面 有多少的 magnetic dipole moment 只是它是向量的情况 你把它加起来 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magnetic dipole moment 就是 我们的 magnetic dipole moment magnetic dipole moment 那你也许 你如果对电学很熟悉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物理量是什么 跟过去在电里面的话 是跟什么东西很类似 polarization vector 当时我们在定义 polarization vector的时候 我们说大P 是什么 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个 dipole moment 对不对 就是这样定义的 只是现在呢 这个dipole moment呢 是 因为你这个 戒指里面 有 被polarize 所以你有 polarization vector OK 现在呢 是 这个 material 每一个 at 它都有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每一个原子 都有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所以你把所有的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把它加起来 就是你的 magnetic dipole moment 那有同学会问一个问题啊 是不是所有的material m都有呢 我说不一定 但是 它有大有小 原因很简单 如果你加起来 total加起来 sum是等于零的时候 那你这个m 大m就等于零 换句话说 这一块东西啊 就没有磁性 那 如果 我现在 每一个atom都有 有spin啊 有 有orbital motion啊 假设 我这一块东西 每一个atom都有 然后呢 你现在 外面加一个 磁场 给它的时候 一旦你把磁场 加进去的时候 这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会什么 顺着磁场排列 对不对 全部的东西 顺着磁场排列以后 那你这一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 基本上方向是 比较顺着磁场排列了 那 这个sum会不会等于零 就不会了 OK 所以 如果有一个戒指 当你外界加了磁场以后 那 这个磁场 把你的 magnetic dipole moment 都顺着磁场排列 完了以后 磁场拿掉的时候 这个magnetic dipole moment 不回到原来的状态的话 那这块东西就变成有什么 磁性了 就有磁性了 OK 那 有的物质呢 它虽然 我把磁场加进去 那我的magnetic dipole moment 顺着磁场排列 完了以后 我把磁场拿掉 它就恢复原来的位置了 所以它只是一个顺磁性物质而已 这样了解吗 所以 每个dipole moment的大小跟方向 基本上 就已经显示了 这个material 这个介质 这个材料 它的磁性 它的基本的磁性是什么 就跟我们在电学里面 polarization vector的情况一样 就是这个介电值 容不容易被极化 这两个物理量 是有 欲取同工之妙的 同样的都是在讲 这个介质的特性的部分 好 对外界的 食厂 对外界的 电厂 它material改变的多寡 这样了解吗 OK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大概的东西 你已经了解了 最基本的概念以后 那我们接着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说有一个material 它的m我已经知道了 那m知道以后呢 我当然希望知道 这个material 这个材料呢 你已经知道m 那它所产生的beta potential是多少 它所产生的magnet flux density是多少 这是我们接着我们要看的 所以我们看到 有一块物质 OK 那我已经知道 我的这块物质的 这个magnetization vector的部分 那我现在 我希望 要了解的是 在p点的地方 它的磁场是多少 它的beta potential是怎样的情况 这是我希望 让它了解的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已经知道 它的magnetization vector的部分的话 那对某一个element 每一个小小的element bm 是不是 就是等于大m乘上dVeta 因为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m就是 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的magnet dipole moment 意思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 只不过 你现在我们平常 这是定义 OK 我们平常 我们不会去把它写成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 你知道说 好 m知道以后 你就知道这个 magnet dipole moment 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一个magnet dipole moment 你已经知道它是m的时候 那 它的beta potential 我就知道了 因为你的m知道以后 我a就知道 所以 我既然我已经知道 在这个balance底下 有dn的时候 这个balance 所对应提供的beta potential 就是等于4pi 分之mu0 r平方 bm OK close r 有没有问题 就是这边告诉我 好 那换句话说 你可以把它进一步的表示 4pi mu0 r平方 dn的部分就是 m close r b v 那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这是plank哦 plank的意思是代表的就是 从电池学到现在 这是r plank都是指什么 对element的坐标 对不对 好 你这小小的 好 底a的部分是等于这样子的话 那你现在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我们是 vplank 换句话说 你现在要把所有的 每个dV啊 把它通通对它的贡献 加起来才会是 total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你这个积分啊 是要 积什么 积所有的dVplank 对它的贡献啊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等于 4pi muli r平方 m close r 然后 dVplank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这个是对plank积分 那r跟它的关系 我们说r基本上 这r ok 我们说r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x-spin plank 拼号的平方加 y-y-pound 平方加 z-z-pound 在这里的r 我这样讲好了 我把这边的r写到这边啊 这个是每一个element对它的 因为这是每一个element对它的位置 ok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ok 这是平方 它的原点的话是syz 然后它对这个点 这个点是s'y'e' 然后这个是syz 所以r的部分是s-s' 平方 平方加y-y-pound 平方加z-e-pound 平方加z-e-pound ok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r 因为你是对 每一个m 它的r平方 那你m的位置是随着你的bottom在变的 ok 所以我们说这个r的部分在这里是应该这一段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 你现在dv-pound 其实这边就有pound的因子在这里了 ok 所以我们会 第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把这个部分跟plound有关系的做一个化解的动作 换句话说 我说 我如果 把r分之一 对plound 做微分的部分的话 就变成r平方分之r 你对plound微分 全部都被他为分 好 那鬼点的话 那换句话讲 我可以把这一个部分就把它写成plound的r分之1 也就是m cross r平方分之r 哪里 哪里 这里啊 这个就是你对plound做gradient啊 哪里 哪里 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你说是最pround做的地方 对 plound 感谢观看 就是plung 你的变数是plung 如果你是这个的话 你这边就是 OK 你现在是对plung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你的r方向 这个r的方向是什么 I X gen S 夹贼 Y gen Y plung 这个r这个向量 OK 所以你对它为分 出来的部分 就是r平方问着r方向 这个有问题吗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m close r平方 分之r 我现在我就可以写成m 我已经知道这个东西 我就把它放进来 那我们在向量里面的话 我其实 一个scaler跟一个vector 我把它写成v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拆 再加上gradientv 所以同样的情况 在这里面上面的部分 这一项 这一项相当于是这个东西 负号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里m close r平方分之r的部分 再进一步把它写成他减他 那换句话就是等于r分之1 v分之m加他减他减 减掉 r分之m 一样 通通是plung的部分 有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 我这个turn 基本上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a是等于4πμ0 这里全部换成这两个 那你就变成4 r分之1 dvprung 再减掉 4πμ0 r分之m dvprung 我们现在把它拆成两项 那这两项呢 我们现在拆两项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 这一项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讲 后面这一项的部分 我们可以在进一步的来看到 它会可以 因为你现在看到 要拆拆成这个是一个cure 然后dv 你好像看起来 我好像可以类似 用star series的方式来处理它 那没有错的 基本上面 基本上面 我如果一个function 一个beta 然后dvprung 那我用star series 类似star series的部分 f.dsprung 对不起 这不是close 然后有一个负号在前面 等一下可以再证明这个 这个关系式的正确 那我们现在先把它拿来用好了 先把物理解决掉以后 再来看数学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项 这一项的部分 依照这个关系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a 写成4π μ0 r分之 dvprung 减掉 4π μ0 好把这一个带进来 负负的正 然后f呢 角色是这一个 r分之2 好 然后close dv dxprung 这是包围这个beta的surface 换句话说 这是有一个向量 换句话说 我可以把这一项 把它写成更clear一点 r分之 r分之 dvprung 再加上4π μ0 r分之m close n' close n' dx dx 这个n' prung 就是它这个surface 的normal beta ok 那我这个surface 那我这个surface 的s prung 那nprung 就是这个surface no more beta 好 当我这样子写完以后的话 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看 我们看 然后这边有一个 对 全部的closing surface 然后还有 哪一个地方 对 上面也有一个 对 就是少写了一个 就是对整个surface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 你现在你看一下 你跟什么比较呢 基本上我们也要看一下 你如果有一个current density 这一部分的话 那我们说 我们的ar 在上一堂课里面 4π μ0 r分 j dv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讲到的 那你现在把这个跟这个比 你会发现说 这个current density 的角色跟它 类似的 那current density呢 是一个 这个 这个barren的 单位体面积 里面的这个current的 这个大小 那基本上面 现在 这是surface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说 这个current density 是一个surface的current density 那它 基本上面 它去积起来的话 这个就是 好像一个surface的 current density的角色 所以我们把上面这两个呢 有两个对等的 有两个对等的 有两个对等的物理量 一个是对等于 bottom current density 那就是这个 OK 那它是 current OK 另外一个对等的 是surface的current density 它是m 它是m 好 那 那 这两个物理量 我们 现在我们把它拿过来 啊 很简单的就 看一下好了 我说我这个 这个material 有一个m 那 最简单的方式 我就先来看一下 我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说 我这个material 把它 因为你m是 我现在画的m是 潮际啊 我把它切 横切面切下来的话 那也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是close section的部分 横切面的部分 那m 你知道哦 你的m是 这是这个close section 对不对 好 那现在 你看了啊 对这个close section 对这个close section来讲的话 它的m'是哪个方向 哪个方向 哪个方向 嗯 哪个方向 静向 朝外嘛 因为你这是一个surface啊 ok 所以你每一个m'都是静向朝外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你现在 m' close m' close m' close '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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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這一點上面 它有一個Current Density 是這個方向 我不要用用綠色的 那我在這一邊 M M M close M' M close M' 是不是就是這個方向 拐到了 M close M' Plan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 你現在我比兩個 那再來的話 M close M' 換句話說 你現在可以看到了 這個Material的這個Surface上面 是什麼 有一個等效的電流 這樣子流的 那這個沒問題啊 很簡單啊 原因是什麼 再回來上面看的話 你看 你看 所謂這個這樣子的電流 回到這個圖上的話 是不是就是電流是這樣子流 對不對 那你電流這樣子流 是不是有一個 Magnetization Magnet dipole moment 是這個 Z軸方向 所以 對這個Material來講 你是有一個Magnet dipole moment Magnetization 是朝Z方向 換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換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這整塊的Material來講的話 是什麼 好像 一圈一圈的電流環 在這個Surface上面 在這個Surface上面 都什麼 這個電流就是這樣子 在流 有沒有問題 所以當這個 就很像螺旋旋管 這樣的電流的時候 在流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有一個Magnet Magnetization Dipole moment 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 是朝Z 它的Dipole moment 也是朝Z 就是 第一個 其實這兩件事情是什麼 這兩件事情是什麼 同樣一件事情 你要不把 一塊的磁性物質 你說 它有一個磁 那個 Magnetization 是朝Z方向 跟你有一個電流 是這樣子的 是一樣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 現在我的Magnetization 不是圓形的 那 是一個方形的 那 一樣是 M的部分 那它的電流怎麼流 那它的電流怎麼流 電流怎麼流 今天幾號 24號 電流怎麼流 好 電流怎麼流 怎麼流 來上來畫一下 它的等效電流 你可以把橫潔面 對 橫潔面是怎樣的 橫潔面 然後它M'是哪個方向 嗯 嗯 就像這樣子的分析 嘿 分析一下 可以啊 電流是圓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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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48號 同學 有沒有48號 蛤 蛤 蛤 救濟的 這裡有 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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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 意識的 其實兩個人 講的是一樣的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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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 M 方式 电流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现在你看到 好像在这个surface上面 有一个电流 你把整个楦圈 混在这个surface上面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再来 我们看一下 Bottom Current Density的部分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当我的Bottom Current Density的时候 我们说M如果是uniform 如果M是uniform 在material里面的M是uniform的话 那会不会有J Malorant 会不会 JN M会不会 不会 它是等于你 OK 如果 你的M 它是 位置的函数的时候 它不等于你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JN 就不等你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这个结果呢 就已经把你的Magnination Vector 跟你之前有过的一些关系 你把它连贯起来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看 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你可能 一个Material 如果有Magnization 记住一件事情 这个Magnization Vector 不是外界磁场给它的 是它Material本身就有的 刚刚有下课有同学说 老师你外面加了多少的磁场 我说没有 这个是 这个Magnization 是这个Material 所具备有的 它本身有的特性 就跟我们的Polarization 一样的 OK 那这个Magnization HM的部分 你基本上面 我就可以看成 OK 如果你A算得出来的时候 A算得出来 B就算出来了 OK 所以我们平常 我们可以说先算A再算B 那基本上面 我说一块 刚刚有很多同学问的这个问题 我刚刚已经讲过说 一个没有随着位置在改变它的M的 它的M不是随着位置在改变它的大小的 这一块Material 这一块Material 它基本上它就不会 内部就没有 不管你里面的 的这个Magnization 到底是多少 它里面的Botum Current Density 这个M的意思只是为了说明说这个Current呢 是因为你的Magnization所产生的Current 所以我们用一个Index来把它标记出来 它是等于0的情况 就是当 它说你里面你看不到 好像一个电线 如果我们把这个当电线的话 里面没有电流在流 但是它有什么 它有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所以这个Surface Current Density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在这个表面上面 它有Surface Current Density OK 所以 如果你们后面到最后的部分 去学到那个超导的部分 就是这个超导体 它本身这一块东西 如果它是一个超导体的话 它就有一个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在那边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它另外说那个超导体的部分 超导是一个抗磁性 抗磁性本身就好像你有一个Magnization 本身就有在里面 换句话说 你那个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就在那个超导体的表面一直流 那有同学问说 测得到吗 我说是测得到的 以超导体本身的话 你就是把它去测量一下的话 是确实的 那这个实验是真的是去做了 做了到底有多大 留多久呢 那个客人会留多久呢 我说留到好像我忘记真正的时间 一年还两年 最后是实验没有完一直做下去的 原因是不是人为去中止它 而是实验室里面不小心就是 就是踢掉啦等等啦 把那个测量本身这件事情中断 所以你已经证实 因为超导的话 它没有电阻 所以那个Current Current就一直一直在流 OK 所以基本上面 这是一个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说这件事情跟 你这是一个螺旋旋圈圈 好 那我的电流是这样子流 螺旋旋管 这个跟这个 我说它是一样的 所谓的一样的意思是什么 一样的意思是说 我在外面一点 同样的对应的一点 我去测量这一点的磁场 它这个material所产生的 在这一点所产生的磁场 跟这个是一个螺旋旋管的旋圈 在这一点所产生的磁场 是同样的大小方向 就是它就好像是它 它就好像是它 如果我只看到它这里的磁场 我根本不知道它是螺旋旋管 还是一个material在这里 这样了解吗 好 如果这个没问题以后 我们接着下面的部分 那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词很重要的 好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说 我既然已经知道这些了 我就直接来看 假设我现在 这个material 它的m呢 是等于m0z 我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我这个material 它的magnization vector的大小了 那我现在我要来计算 就是我恢复我这个问题了 刚刚是genal case 现在我们用一个special case来计算 我说 我说 我的m 重画好 ok 我说我的m呢 是等于m0z 是等于m0z 那我现在 我要去计算 某一个p点 它的这个整个的magnization 那个magnetical flux density 是多少 那你现在 你看到m是等于m0z 那你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东西是等于0 对不对 ok 那你知道它等于0以后 换句话说 我说 Jm是等于m0z 那我知道说 我的Js 是等于mcosm' npr power 那換句话说 mipn'是 每一个ates德方向 那换句话说 一 这个Js在这里 把这个漂亮一点 Js在这里是 这样子的colour 而且是整个surface上面 都有的surface current density 那你现在知道你这个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是5方向的部分的话 接着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这问题呢是我们之前就已经 在上学期 应该是上学期吧 我说有一个current OK I 量流 那我说 他呢 在某一点 所产生的磁场是等于多少 这等于2Z平方加 OK我把它 不要放 马上弄到那么 那么那么复杂 我先算 算Z轴上面的就好了 on the axis 就是说这个会很复杂 我先把它在Z轴上面 我把Z呢 OK 我们把这个问题 把它摆到Z轴上 就是P点啊 P点呢放到Z轴上 P点 0 0Z OK 那同样的 在这里的磁场是等于多少 它是2倍的Z平方 这是Z 加上V平方 半径V 然后 开2分之 三次方的 μ0 I V 这是我们的磁场 我们知道 OK 在这里面的磁场 在axis上面的 那同样的部分 你现在知道 一圈的电流 就产生这样子的 那你现在 你这是一个 Surface的 Cellent Density 换句话说 我可以怎么看待 这个问题 我可以看待它是什么 一圈一圈的电流 一圈一圈的电流 很密集的这样排起来 那也没有问题 好 那 这电流到底是多少 我说 电流本身 我说Di 这每一个Di 它就是等于 我这个整个的 Surface Charge Cellent Density 我已经知道 是等于m0的 或者我先把它写成 Z 然后乘上DL 因为你是 Surface Charge Density 我说Cellent Density 它是什么 单位体积 单位的电流 然后Surface Charge Density 当然就是单位 长度的电流 所以你现在 等于相当于是什么 Surface Charge Density 电流就等于 Surface Charge Density 乘上DL OK 那DL是在哪里 DL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我把它写成 我把它写好一点 好了 我直接用Z来表示好了 Z'来表示 DL就是等于 M0的底绩 那也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你要计算 这个电流环 到这一点的 产生的磁场 然后每一个电流环 对这一点磁场 的贡献是多少 换句话 我们看到 我们说Z是这一段 那实际上 它Z点到Z点 比心是Z 所以你的底I所产生的 比V是等于多少 比V是等于Z方向 2 这个Z平方 就是等于 Z减Z平方的平方 加V平方 V还是一样的 它的半径大小 然后 2分之三十八 的μ0 DI M0 DG 然后乘上 V平方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这个没问题的话 那很简单 我要 这个单然是Z component 我要算Soto的Z 就是把 这个结果 通通加起来 那所谓 通通加起来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 比I 然后一步一步的把它 对它的贡献 把它累积起来 而且你要注意是 向量的累积 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 选这一点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的方向是什么 一样的 如果是 在其他点的部分 比如说在这一点上面 那它的方向 跟在这一点的方向 就完全不同了 OK 你就要用向量相加了 那这里 你的方向 已经都同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做 这个的积分就OK 那这个积分的话 你可以要用到一个积分关系 X平方加A平方的 2分之3次方DX 这个是等于 A平方分之1 X平方加A平方分之2 2分之2 然后你就把它 从哪里积起 我整个长度如果是 L的话 我当然是从 Dプラン是 负的2分之L 一直积到正的2分之3 所以你就去把它积分 我就不在 这边积了 方向把它放进来 然后μ0 N0V平方 2 Z点Zプラン的平方加 V平方的 2分之3次方的DZ 同2分之L 那马上你就可以知道 我把结果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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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0V平方加V平方 Z加2分之L 减掉 Z减2分之L的平方 加V平方 Z减2分之L 你就得出来了 OK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吧 好 好 这是 我们可以看到的 一个总共的一个结果 那换句话说 你已经把我们刚刚有的概念 把它弄 放进来在这个问题里面 那把这个问题呢 简化掉了 OK 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嗯 在这里 这个同学可能会有一点 好 这是我们对Beta Magnization Beta 过这个Magnetic 的Potential 基本上面的话 这个 这个Potential的部分 是Beta Potential的部分 你对于磁场的部分 你就OK的 那我们说Scalar的Magnetic Potential 只有在这个条件底下 它是OK的 那 其实 对这些问题来讲的时候 然后我会有一个 我会有一个 跟这个东西蛮类似的结果产生出来 我把它写在这里 先把结果写出来 再来看 为什么来的 我说 我说 如果 我把Scalar的Magnetic 的Potential 引进来的时候 同样的 我的磁场B 在Current Free的Region 我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的B 我是变成 Pot的 Gradium VM 然后我们刚刚 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了 这个结果其实就是什么 从 电场是等于 负的Gradium V 一样的第一次 但是在磁场里面 因为我们的那个单位的关系 你这边会多了一个Mu0 OK 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 那 这个磁场 磁场 如果你可以算出它 你就直接可以得到 所以 当时 在处理 磁学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 我能够算出这个物理量 为什么要算出这个物理量 你看这个 这都是向量啊 我光算这一点 OK 我算它偏一点点 我就不OK了 因为我的方向就要进来考量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算这个物理量的时候 它是什么 它是存量 所以 基本上面 我就可以用 我们刚刚所谓的这边的 用意来算 那我们看到的 这个VM的部分呢 如果我们基本上面的M 你已经知道 那刚刚我们讲过说 M你知道以后 会对应一个DM 是等于你的M DV' 这是你刚刚已经了解的 所以 这边已经告诉你 OK VM的部分 对不起 这边应该是 小N嘛 不是P 因为P的话是电厂的部分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在这边 你知道小N 你就知道不远 所以 这边 你知道小N 你就知道不远 把它拿过来算 四拍Mu0 R平方 分支DM 然后DOT DV 有没有问题 那 我说我要把 TOTAL的VM算出来的时候 就是把它这个相加 就对 那这个相加有什么好处 因为它是 纯量 我加起来就方便很多 同样的方法 跟这边类似的 我可以把它 写成 对不起 我应该这是大耳 因为它已经 换过来 OK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是 R平方 R平方分支R 这个 跟刚刚一样的 R分之一 把它放进来 所以你现在变成 M DOT R分之一 DV P OK 那 我一样的把它写成两项 跟刚刚的做法 一模一样 我会变成 R分之 M DOT N PRO D S PRO 再加上 4排分支 这没有零 这没有零 已经 R 铺的 所以现在你看到了一件事情 它跟它唯一最大的不同 是这个地方 已经是存量 这个也是存量 所以你在加的时候 你就计算上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 换句话讲 这一项 所对应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项 这一项呢 就好像你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由Magnization Vector所产生的 那这个 这个呢 就是对应 你虚构的Volent Charge Density 这是虚构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那 回归到这里来 我可以想象说 我每一个 每一个 Magnization Vector 所对应 Volent Charge Density 是多少 Surface Charge Density 是多少 那 同样的 我们再归来 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 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没有 那个Volent Charge Density 有没有 M 现在是定值 所以它Divergent 所以它没有Volent Charge Density 你可以把它视为什么 它有很多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在哪里 它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个表面 你的M是Z走方向啊 所以你有多少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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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 在这里 它的M Prong 是不是这个方向 在这个底面 M Prong 是不是这个方向 Surface上面的M Prong 是不是 Rode的方向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M dot M Prong 的部分 在这里就是正的啦 OK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 好像这里 这个面上面 有一个Surface Charge Density 因为Morganization所产生 这里呢 M跟M Prong 是什么 反方向 所以它大小 跟它会相等 但是方向相反 所以你看到了 这整个Morganization 好像 我这个Diple 这里有这么多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这边有一个负的Surface Charge Density 那你整块啊 整块的东西 你要去算它的 任何一点 任何一点的 时长的时候 就好算多了 为什么 你好像可以看成 这是类似Diple 对不对 Diple外面的一点的 电场 你会不会算 会不会 一正一负 一正一负的 正Q 负Q 这一点的 电场会不会算 不会算的 要回去赶快翻一下书 那就用同样的方法 把它放进来 所以这里的M 这个如果是M0Z 这边就是M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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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啊 就变很简单了 我会不会算是M0Z 那边是M0Z 这边是M0Z